资料剖析嘛,资料剖析剖出来 按下它,它自动帮我剖出来 不过会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它会一直跳这个 那就有同学嘛,他会问说 老师那这个会不要让它出现 那很麻烦啊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要剖析跳出这个 一定要按确定才可以 你不按确定它就不让你往下做 有没有办法不让它显示 当然可以 不过你可能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自己再加一些东西上去 加工,OK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加 首先我按右键 其实我的习惯啊 如果你要增加按钮之后 你要再编辑它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指定这个聚集 里面有个编辑 或者你从聚集里面也可以编辑 那编辑的话自动会跳出什么 跳出你的那个 就是VBA的画面 我前面讲过啦 尽可能怎么样 把它不要整个盖住 用缩放的 为什么要缩放呢 主要是你要看你到底要什么 你再去做后面的程式撰写嘛 OK那首先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啦 我的字比较大 不过我好像同学字比较小 你要把字放大很简单 工具里面的选项 有个撰写风格 预设好像是九号字 这个九号实在是太小了 尤其是你们的解析度 很大的时候 那个字更小 所以看久了眼睛都会受不了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把字稍微改大一点 大概就改十二号字吧 按确定 所以我这边已经有改过了 看起来字会比较OK一点点 尤其你要长时间看这些东西 那尽可能把它调的稍微 自放大一些些 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 如果我期望怎么样 当它执行的时候 不要跳那个什么 跳那个紧 跳那个要不要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个开关 那个开关由谁去管理呢 这边可能要先介绍一下 有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呢 是Excel里面最大的 它是所有物件 最大的是谁呢 就是Excel本身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物件 VBA嘛 那A是指什么 指的就是Application 所以呢你打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Applic Application 那字记得不要拼错啦 因为这物件还蛮常用到 点 点下去之后呢 其实所有Application 所有的功能都在这里 里面的属性跟方法 其实你要了解物件 就是要知道后面这些东西 就是属性跟方法 所谓的属性 就是它一些 一些质 一些状态 那其中有个属性叫 显示 Display是什么 所以DIS 然后后面有个叫Alene Alene Alene Alene就是刚刚跳出来 那个小小的讯息方块 那那个东西可以关掉 可以 等于 有没有 它会跳出Tu或False 那你就选什么 选False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呢 我以后 不要 不要帮我跳那个东西啦 但是特别注意 你把它关掉之后 请记得一件事 还要怎么样 在最后记得打开 在这个下面这一行 Endersub上面呢 贴上 把它改成Tru 因为你那样把它关掉啦 那你如果不把它打开 以后其他地方 只要要显示都不会再显示 OK 那这样不对啊 有些地方可能会跳一些啊 那再也不跳了 不跳 那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 所以怎么办 我因为只要在这个地方关 最后记得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就很好记吧 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哦 比如说常同学常问的时候 老师我可不可以 让那个 让这个 我的Excel 一段时间帮我自动去执行 一段时间自动帮我执行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靠它就好了 它怎么 它可以有哪些 其实里面有什么呢 变 它里面有个方法叫on-time on-time 有没有 有没有它是一个方法 on-time就是说 当什么几点几分几秒的时候执行什么程序 它会自动执行 或者是说 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有没有办法让VBA呢 它跑慢一点 可以啊 位置 因为之前有个 因为我有一个范例是什么 自动用outlook去记信 然后呢 同学也真的试了 他因为很多 同时记给很多人 而且自动 当几点几分几秒 自动记给那些人 那跟我们很好嘛 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他同时发了太多信件了 结果他们公司的 他们的mail server 就是信件伺服器啊 信件伺服器 以为它是什么 以为它是害客或者什么 坏掉还是什么的 所以啊 把他的email给挡掉了 这样害他也没办法发信 所以他就跑来问我说 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程式跑慢一点 因为呢 你连续发 它会出现问题 但是你可以的啊 每发几封信 停个几分钟 诶 对不对 他说对啊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位置就好了啊 对不对 那至于 他怎么使用啊 如果你不会 没关系啦 教各位一个方法啦 后面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设定嘛 Time给他一个时间 可是你如果还是不会 怎么办 教各位一个 非常重要的按钮 就是呢 在这个方法上面 按F1 F1是什么呢 就是 Call Help 这个Help 指的就是 把官方版的说明 给叫出来 但是呢 你不要有太多的预期想法 它会写得多好 其实官方版 自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 所以里面的东西 你不要把它当文学著作看 因为它完完全全不通顺 写得完完全全 你要用 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就是只要看关键 看得懂就可以了 哪些需要看呢 它是做什么用途的 暂停执行聚集 到一个特定的时间 可继续执行 好像也通顺了 这一边还算OK的 有些地方完全写的 跟那个外星人写的差不多了 那里面要怎么写 其实通常就是这边有个 有个范本 有没有 Wage Time 所以你需要给它 多少时间 多少 这边有没有 这个这个范例是10秒钟之后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 有没有 这边不是加10 那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要 30秒 你就把它变30 如果你要30分钟 你就在后面加 那这个不要加 反正呢 这几行呢 复制贴上应该会吧 Ctrl C Ctrl V 贴上 程式就会帮你 这个停10秒钟 意思是说停在那边 10秒钟之后 再继续执行 那再跑 通常是在回圈里面 它回圈里面 停个10秒钟 再往下跑 那通常是 比如说像Gmail 或者是你要捞网络资料 因为你连续一直捞人家网络资料 它会把你封锁掉 所以要用位置就好了 同理可证 里面太多了 所以以后你们要把VBA彻底学会 恐怕你要知道 物件 点下去有属性跟方法 不会的话 按一个F1 查看一下 因为这个范围太广了 我们可不可能说 每一个都聚系迷 但是呢 你总要有一些 比较 比较那个的方法 我刚刚介绍的是 点什么呢 点Dispress Learn 所以这边的话 打一个DIS 它就会出现什么 Dispress Learn 等于什么呢 False 就关掉了 那试一下 Oper OK呢 点击它 比如说清楚 然后呢 我试一下 刚刚会跳嘛 现在会不会跳 完全不会了 有没有 那功能的话 这样就更下完善了 所以 所以录完聚集之后 如果你不能不懂得 再利用VBA 把它做一些修饰的话 那那个聚集 有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 好像 它没有很健全 所以你还是用VBA 所以 像我有时候会 怎么样 部分用录制聚集的 然后呢 再又利用那个部分 当成是一个基础 再把它自己筛动一下 让那个程式变得更OK 所以这里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